点外送如果是用信用卡支付的话 会被多收一笔海外的手续费用 但大多数的消费者完全不知道会被多收钱 现在点外送都会使用信用卡来支付比较方便 但你知道还会再被多刷一笔海外手续费吗 应该是要 不然如果你多付了那笔钱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多付那笔钱 我不知道 这是消费者的权益吧 因为手续费就是 我觉得买方跟卖方都要明确的显示 民众不知情因为看看订购页面 只有显示外送费的40块 但实际摊开刷卡明细才发现 多收了1块的国外交易费 如果他不成立在台湾 譬如说有的在爱尔兰 正常来讲信用卡公司或是银行 都会跟你收额外的国外交易手续费 那除非这些公司有特别在台湾成立分公司 而且由这个分公司跟你收钱 原来UberE属于美商公司 在台湾营运采跨境电商的模式 所以在买单时必须多扣1.5%的海外手续费 但属于德商的Fu Panda 则是直接在台登记 金流都在台湾流通 因此不需收手续费 我觉得平台应该要告知的是我的公司 也就是我今天跟你刷卡 我处理这笔账款的公司到底在哪里 但如果你没有明确的告知说 不好意思虽然你在台湾刷这个卡 但其实我的公司是在国外 那我想会有相关的消费争议 银行业者脑筋也动得很快 像是台新玉山联邦都推出点外送 至少1.5%的回馈 永丰最高则是上看8% 看来消费者点单钱也要三思可不要亏大了 东森财经新闻 徐亚竹罗伯充台北采访报道